私母札记 怀念母亲 高燕兰女士 作者潘刘卫慈 在此特别的时刻 我们作为儿女 媳婿 孙辈 至亲们 聚集一堂 感恩纪念追思我们亲爱的母亲 亲爱的奶奶 亲爱的外婆 亲爱的岳母大人 亲爱的姑姑 高燕兰女士 高燕兰女士 南京人 初中一夜 因当年时局紧张 长夺警报 17岁 在湖南浙江 与任职军人的刘正章先生结婚 1949年 来台住屏东 母亲婚后 养育五个儿女 相夫教子 爱家 爱儿女 爱媳 婿 疼爱 孙辈 勤奋工作 任劳任远 为人善良 乐意 助人 活出平凡中 不平凡的人生 中年 外出工作 扛起全家的生计 曾在平东基督教医院 服务26年 在平基医院 挪威籍宣教士 鼓励下 听信福音 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 和生命的主 1963年 1963年 12月22日 在平东协同会教会 受洗 归入基督名下 退休后 应邀至平东 现光幼稚园 工作三年 也有幸 随现光幼稚园师生 出国去至泰国 韩国观光旅游 随小儿子全家 去日本琉球 纽西兰旅游 应大女儿邀请 来美国休士顿 纽约 华盛顿白宫 纽约 水牛城等地 参观旅游 笔者曾问母亲 一生中 遗憾未完成心愿 是什么 她说 想到北京看看 但她有心脏病 不能过劳 今年一世 父母亲结婚 七十周年了 2003年6月 十一月 母亲昏厥倒地多次 送医急救后 发现是 罹患心律不整 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脑血管 即心脏动脉硬化 2007到2008年 股脂输松严重 体重吊 50公斤 2014年 曾小中风 两次 肠道出血 2015年 中风 肺积水 感染肺炎 住院治疗三个月 母亲 母亲中医 呼吸衰竭 心肺衰竭 于2015年 9月20日凌晨 0点45分 安息 主怀 灵魂被主 接回天家 与主同在 享年 88岁 母亲 洗了 世上的老苦 再也没有 疼痛 疾病 眼泪 感谢主 预备好 母亲的心 安然见主面 感谢各位 多年 多月 多时 持续的 关心 与带导 感谢上帝 怜悯 加增母亲 十二年 受命 使她 受数满足 安反 天家 回忆 十多年前 我回台 探亲 曾经有位 母亲的老友 傅妈妈 在板桥 传统菜市场 当面告诉我说 大小姐 你母亲 有福气 年老了 还有你们儿女 孝顺她 照顾她 我真苦命 忙碌做小生意 卖馄饨 到老 还要做 儿女 也未有钱 奉养我 我感谢 您的母亲 多年前 乐意借钱 给我 缓解 我的生活 困难 回家后 母亲说 父妈妈 可怜 但 父妈 也如期 还完 十三万元 台币 借款 另有位 郭太太 也是 看来好心 与我母亲 做朋友 自己说 愿意帮忙 我母亲 买东 买西 但 不久就开口 向我母亲 诉苦 母亲 怜悯她 也是 借 五万元 给她 但后来 这位 郭太 并不见面 也未写 借条 也不知 她电话 住址 事后 母亲 被我兄弟妹 说 妈 您不该 借钱 给郭太 但 我却是 安慰 鼓励母亲 圣经上 说 怜悯 贫穷的 就是 借贷 给 耶和华 他的 善行 耶和华 必偿还 您 借给郭太的钱 是 积财宝 在天上 他如果 恶意 不还钱 不用 生他的气 有一天 上帝 要问神 我们每一个人 所说 所做的 后继 母亲 最爱 点心 麻吉 麻薯 最爱 五人月饼 爱吃 梅干菜 扣肉 母亲 最爱 鼓励自己 常常喜乐 不住 祷告 凡事 谢恩 今日 是 今日 必 母亲 最高兴的 是 五个儿女 帮她 庆祝 八十 大寿 三 五分 三 二 一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